我们先在那边炒 热到它火冒三丈 也不是火冒很大 炒饭最怕是粘锅 所以要这样子 火冒青年才有锅气 这是黄金炒饭 所以炒饭最主要是先把 那个饭给炒香 炒出饭香味 嗨 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今天我们来炒饭 看一期我们做了叉烧肉 今天我们就用叉烧来炒饭 来炒一个 黄金叉烧炒饭 我们来介绍那些简单的食材 今天的食材很简单 我已经准备好了 有这个青豆 青豆我们要蒸泡一下水 不然的话等一下炒的时候很硬很难熟 然后还有这个 红萝卜我也切了 还有这个是小洋葱 我们今天就不用蒜奶炒 然后这个就是我切好的叉烧 还有 然后我敲了三粒蛋 这个白饭是隔夜饭 其实炒饭隔夜饭是最理想的 因为它的水分已经被完全收干了 所以炒出来的效果是比较理想 调味料我们只是用了盐 还有鸡粉 首先我们把这个蛋黄跟蛋白粉烤 因为我们要做到有一个黄金炒饭的感觉 那个饭有金色的感觉 所以就要这样子 这个也是一种撇薄 因为我们炒出来的效果就很好了 这样子 先在这边炒先 饭已经有一个蛋黄 破在一起 颜色是不是很漂亮 有黄金的感觉 我们要热锅 热到它火冒三丈 也不是火冒三丈 火冒青年 火冒青年 然后你炒的时候你就不会占锅 OK 我们养一下锅 油不用炒锅 留一点底油就好了 把它放进去 我们附近的翻炒 可以用生大火炒 OK 我们放一点盐调味 一点鸡精粉 放炒一下 放炒一下 明显的粒粒松粒的 它也不会屌价 你看 炒饭最怕就是粘菇 OK 我们 把这个黄金炒饭炒好了 放回一个在那个碗里面 放回一个油 放这个葱头仔去炒香 放这个葱头仔去炒香 炒热 猪豆 放一点点盐 一点点就好了 我們把它推去一邊 跟這個蛋白 把蛋白放進去 插上 先把剛才炒的飯,炒進去 我們翻炒一下 用大火翻炒 所以要這樣子,火冒情連成一鍋去 米粒粉粒,不會粘鍋 我們起鍋 這是黃金炒飯 這個黃金叉燒炒飯就完成了 我們可以少上一點蔥花 所以炒飯最主要是先把飯炒香 炒出飯的香味 你看,金黃色 黃金蛋炒飯 黃金蛋炒飯 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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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飯